记住这一句话 佛门常说的 活烧功德力 你要是不能忍 别人忍你 一生息 你从今天以前的功德 全没有了 所以功德的难 就难在这里 能忍功德才能保得住 这个活把功德烧掉了 那还有没有好处呢 有 功德变成福德 就是说出世法你没有了 世间法有 你有福德 福德 在六个道里头是一样 有福报 六道里受的苦比较轻一点 可是今天人 心善的人少 积德的人更少 无论做什么事情 把自己利益 放在地上 那这就都是罪业 这不是好事 忍入怎么个修法 释迦牟尼佛一生 给我们做出最好的帮衍 释迦牟尼佛一师住行 非常简单 每天吃的脱补 人家隔什么吃什么 没有分别 没有计较 通通是一个平等 感恩的心 成就别人的心 成就别人的心 利益别人的心 没有想到自己 学佛不能不学这一点 别人比我好 能让啊 让有环境 逼不对 你非让不够 那个人不是好人 也要让 佛菩萨 祖师大德 都做出榜样 给我们看 我们要继续 决定不能给人整 特别是名利 如果有名利心 就出不了六道 这是一道 严重的关卡 很少人能够越古 所以佛法叫我们求智慧 有智慧 你就知道该怎么做法 智慧能解决问题 没有后遗症 知识 不信 智慧从哪里 从清净心来的 那你就知道了 那你就知道了 保持你的清净心 要修忍辱不能力 无论是神经 以及善缘 恶缘 都不放在行上 我们常说 只把阿弥陀佛 放在行上 我这一生 只有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修身揭露世界 其他的都不是我的死 其他的与我统统不相干 谁要 我都可以给谁 过人因果 过人自己负责 你有势力 强取好赌 我不能不给 不给你就给你结怨 我不给人结怨 我给你 但是给了你 你就要负应过责任 你做好了 记得 你做得不好了 多地愚 有几年岁大了 更要放下了 八十以上 随时都可以走 不要想这个事件了 要想来世 念念想来世 念念想西方 我们只想跟阿弥陀佛团聚 这一生本没有白来 这个事件全是假的 要摆得干干净 他们已经死了 我配阿弥陀佛团聚 我和阿弥陀佛团聚 进行 这个事件全是走 因果 未经条 endurance